大家好,这里是没有精致画面 只有满满干货的千千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腊肠 广式的腊肠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快过年之前做个腊肠存起来 过年的时候吃 自己做的吃的安心 吃的也放心 肠衣提前用水泡好 我是买的现成的肠衣 一根大概是可以做3-4斤的肉 瘦肉切成片 肥肉切成丁 肥肉的部分提前用糖进行腌制 这样处理肥肉 它的口感吃起来会更加的脆一点 瘦肉的部分 导入糖、盐、酱油和白酒 我给大家的这个配方 别看糖放得多 但是甜度不会特别的甜 抓拌均匀之后进行腌制 这里我买错材料了 买成草菇老抽老 所以说颜色特别的深 大家想要香肠的颜色好看呢 建议用酱油和红菊粉来进行调色 这样子做出来的颜色会带一点红色 腌制3个小时以上 肥肉和瘦肉搅拌均匀 肠衣的部分清洗干净 这种包装好的肠衣 一般还是没有什么脏东西的 准备好灌香肠的工具 没有的话呢 就用可乐瓶子给它剪掉一半 来进行代替 肉塞满之后盖紧 长衣底部打个结 然后拧到头 从上往下套进去 往里面收 这样子灌起来会比较方便 剩下的步骤就非常的简单了 当然有一个这种小工具呢 做灌香肠还是非常方便的 在你需要的香肠长度的位置打一个结 做好之后 有些地方会有气孔 用牙签给它扎掉 剩下的就要交给时间了 给它挂起来 窗户开上 通风 这里还教给大家一个快速做香肠的方法 用烤箱的热封功能 果干功能 设置好之后 每几个小时观察一下香肠的状态 这样子做也是很容易让香肠风干的 绑线的位置剪掉 就得到了我们的香肠 为了这根香肠 我特意去买了一个包仔饭的锅 我觉得包仔饭和香肠特别的搭配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搭配香肠的 自己做好的香肠 切开之后肥肉瘦肉分明 口感非常的好 不油不腻 我是千千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视频再见